台东县达人乡土板部落原本决议 28号起撤除村庄的入口防疫管制站 但由于屏东出现了Delta变异株病毒感染案例 部落是随即召开了紧急临时会议 并且决定不撤除防疫哨所 将24小时轮班到7月12号 先前5月中旬全台疫情升温 台东不少原乡部落开始动员 在部落或是村庄口设置了防疫管制站 进行实名制以及量测体温的工作 随着台东连续十多天来未有本土案例的发生 原先达人乡土板部落会议 决议在28日撤除村庄入口的防疫管制站 但没有想到疫情变化快速 部落随即紧急召开会议 包含村长部落会议主席 代表会副主席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等人 共同出席讨论后决定 将持续开车管制站至7月12日 由于屏东与台东的地缘相近 县长劳清零28日的防疫记者会上 也再次呼吁宪明请勿群聚 可利用视讯软体进行慰问 在这里很辛苦的各位乡亲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跟家人或者朋友 有比较在一起吃饭或聚会 但是因为这个Delta病毒 看起来来势汹汹 先政府这边还要再一次的跟各位提醒 还是要拜托大家 在这段期间之内 请尽量非必要不要做跨线式的移动 也尽量不要泡茶打牌串门子 那么现在这个视讯都很方便 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打个电话视讯 来表达您的关心和问候 在此也特别呼吁民众 请洗手正确备戴口罩 切勿轻呼变异病毒株的威胁 别让先前的防疫工作化为乌有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